美国最严重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啊 歧视亚裔 歧视黑人 歧视有色夫子的人啊 啊如果那么多事情的话 那是不是中国也要跳出来干预一下美国的内政啊 你们那边那么多歧视的问题 说我不满你们Nike了 不看你们的好莱坞的电影了 可以这样子吗 我问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啊 哎不要搞得好像美国是上帝好不好 棉花大战大陆宣布全面抵制 HMM啊 UniKuno啊 Nike啊 等爱迪达 鱿鱼不满大陆迫害新疆维吾尔族 因此宣布不用新疆棉花 那没想到引起了棉花风暴啊 大陆已经放话全面抵制这些 不用新疆棉花的外国服饰品牌啊 那不仅大陆艺人立即的表态啊 也要切割代言这些商品的人啊 大陆所有的电商甚至网络地图 都找不到这些品牌啊 真的是大陆硬起来了啊 看到新闻的时候 老大我就有一句话讲的很好 中央官方微博点名批评HMM 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 一边又想赚中国人的钱 痴心妄想 哦 这句话我 他讲出来这句话真的哦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耳熟啊 哦 这句话你们会想到谁啊 第一个讲的是 杨力 民进党啊对啊 台湾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吗 啊怎么都做一样的事情呢 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 一边又在想赚中国人的钱 痴心妄想 官媒央视 点名开骂 一边想在中国市场赚钱 一边又拿着彻头彻尾的谎言来攻击中国 这个其实也可以讲给台湾的民进党的人听啊 一边要赚大陆的钱啊 然后一边要骂中国啊 那真的是不要脸的 除非你已经完全都没有赚人家的钱了 你再来骂人家 这样做人才是公道的嘛 是不是 那有人一边赚钱 然后一边骂人家 这种人会跟垃圾一样吗 讲来讲去 为什么很多人都要一起管大陆的内政啊 而且尤其是美国耶 你说中国人权问题 那我问一下啦 美国就没有人权的问题 美国就没有种族的问题吗 美国就没有白人警察杀黑人的问题吗 美国最严重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啊 歧视亚裔 歧视黑人 歧视有色夫子的人啊 啊如果那么多事情的话 那是不是中国也要跳出来 干预一下美国的内政啊 你们那边那么多歧视的问题 说我不满你们Nike了 不看你们好莱坞的电影了 可以这样子吗 我问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啊 哎不要搞得好像美国是 他妈的上帝好不好 我是救世论师来讲 不是吗 美国现在是在管中国的事情 那中国的事情 那是一样是 那中国可不可以去管美国的事情啊 美国没有问题吗 美国内政没有问题吗 美国的没有种族歧视问题吗 没有白人警察一直在打死黑人的问题吗 中国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讲说 因为你们那边一直有歧视华裔的问题 一直有白人警察打黑人的问题 开枪打死黑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去买Nike 我们不要买iPhone 我们不要看好莱坞的电影 可以这样子吗 是不是 很多事情要平等啊 美国你不是老大好不好 这个不是事实不事实的问题 美国你不要每次都像神一样在看着世界各地好不好 你这样在讲别人家的事情 我现在不是在说中国好 我就是在救世论事 你看嘛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周边商品爆红 网购大赚爱国钱 你看上面写什么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美国没有资格 居高临下 跟中国说话 哎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是 打到很多废亲 那边每天多管闲是人家中国的事情 ASZ 抖内30块 因为见不得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啊 所以必须才 没有错 跟你讲 KSC 你那么多抖内的话 今天这句话讲的最好 很多废亲 很多没有用的年轻人 很多民进党都这样 见不得中国好起来 讲明白一点 你有本事 你就国家的经济比中国好 大家今天就是看谁钱赚的最多 谁就是老大 不是这样子吗 中国人真的是印证 谁钱不叫多 谁就是老大 有时候 你要认清这个事实 谁钱多 谁就是老大 因为我是张老大 因为我是张老大 老大很有钱吗 并没有 老大 我 老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